你好,我講問時間 第一宗是新界王張仁龍的徹靈 她上個月離世,中年103歲 多名政界人士到場吊宴 今早的事應該據譚耀宗、林鄭等等 今天會扶寧 順帶一提,林鄭的手說她好回來 所以應該扶到 我想坐下手都可以 首先,大師認識張仁龍嗎? 我不認識,她兒子我認識,我認識她兩個兒子 因為她小時候一百年三歲 她戚渣風雲的時候,活得夠長 她戚渣風雲的時候,我太小了 她有兩個兒子認識我的 我認識她兼她認識我的 大兒子希活 現在應該是金文衛會場主席 總而言之,第一位會長主席之類 張德希 另外,Stanley也是張德不知什麼 都是和我認識很多年的朋友 但不太熟 之後,當然每一個都認識她兒子 就是傅昇 你有沒有聽到傅昇這個人? 沒有 傅昇你都不知道嗎? 沒有 傅昇當時非常紅 這個楊宇也知道 楊宇、黃宇信也知道 她們的小屎筆全部看完 她們的小屎筆全部看完 她們的電影 她是當中一九七幾年的時候 最紅最紅的男明星 接近數一數二 她死了 她死了成龍才有機會上位 她死了之後 欣妮你死了 欣妮你有沒有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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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妮你老公 因為她撞車死了 她撞車死了 但當時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呢? 因為傅昇是張仁龍的兒子 但問題是張仁龍有十幾個兒子 她很長的兒子 然後她就是 我不明白為什麼 有錢兒子 但都在片場棍 做了一個低級職位 最初的時候 後來很快就紅了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但問題是張仁龍毫無疑問 就是當時在新界很高地位 這麼說 大量的政要官員都出席她的喪禮 包括幾個前特首 曾蔭權、梁振英 另外鄉議局主席劉業強 副主席林偉強等等 以及現任的政府官員 例如李家超、陳後波、陳兆遲等等 都有出席 那可否大概介紹一下 她做過什麼 令人這麼重視她呢? 你叫我介紹? 我真的不知道 謝芝新界 你有沒有找到資料? 當然沒有 我真的大約介紹不到 謝芝當時就是鄉議局 我怎麼說好呢? 他們鄉議局的地位崇高是很奇怪的 譬如說法叔是地位崇高 為什麼呢? 聽回來的說話是什麼? 因為開新界會的時候 那些村長永遠有很多話說 但他們又不準備稿 結果一句話重複地說 每個人三個時間 三分鐘發言 變成三十分鐘發言 而法叔他最強的地位是什麼呢? 當時我講到五分鐘的時候 他跟他說 stop夠了 給下一個人說 這就是他的江湖地位 那你在外人聽就會覺得 蛤?這樣嗎? 但是在鄉議局來說 可能地位很高 所以我也不知道 其實如果你做鄉議局 因為新界有很多鄉書發展 你最重要當然是分配的東西 分配就找 分得均衡分得公道 這些你說的是很表面的東西 最重要都是因為 你能夠控制政府和他的橋樑 然後在政府和他們的時候 你的利益分贓分得均衡 你做這些全部這些都是這樣 因為其實新界 在以前的時候的自治程度很高 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那自治程度很高 就是不同於現在 所以以前的時候 在新界不同於現在 已經說 起立什麼優惠湯那些 所以新界必須要是有 新界和香港和九龍半島 是實行不同的法律的 即是有一定的 新界當時的時候 還有很多是 即是那時候 香港七十年代的時候 都有一些大清律例 那些行 所以現在你覺得 那個狀況百可思義 就算今時今日的鄉議局 那個權力含金量 遠遠比不上當年 嗯哼 不過現在自治程度也很高 蛤? 現在都比較高 那我講完這個鄉議局的問題 那當然也要跟立法會相關 我再說一次 鄉議局當時都是一港兩制 就是一個香港兩制 那當然現在就沒有當年那麼大的權力 但是就這樣說吧 新界很多事其實都不會報警處理 那我講完這個鄉議局之後 我們講到立法會 那立法會就準備 現在要選 那現在就準備開議 即大家要選的 基本上都要開議辦 那工聯會 就是王國健 他本身為官塘羅華村議員辦事處 今天就開幕了 那也都有不同的官員就祝福他 也都有出席支持等等 那對於這個任期完結之前 開新議辦 是不是為這個連任鋪路呢 其實王國健 他個人的說法就是 其實呢 本身就自己想退休的 那就是他個人想退休的 但是退不退就等工聯會拍拍 不過如果真的退休 那這個辦公室都會有人接班 但是因為這樣 也都回去回歸那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工聯會 是不是後勁無人呢 就是為什麼要王國健 在那裡做那麼久呢 等等等等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好知道工聯會的 雖然我也是工聯會成員 你是嗎 我去參加駕駛改進課程 他說只要你是工聯會成員便便宜些 那之後哪個商量 竟然是入了批發及零售 零售界的會員來的 那時候就交了好像二十元會費 那時候就現在做工聯會成員 你加一張二十元做到現在 這樣也挺划算的 但是那時候加上那張課程 那二十元是沒有多久以前發生的 OKOK 行不行 所以呢 所以我在工聯會 我的確是工聯會成員 但是沒有投票權 那些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問題就是 以中國來說 他所有民建聯 工聯會 這個梯隊是做得很完善的 所以我不明白 我不知道他這次的狀況是怎樣 就是他們一向都是 什麼時候還有些人選 什麼時候的人選 是全部不同 不同是 不同民主派那些弱肉強食的 霸族無坑巴拉斯 死者 他們一定要退 一定要什麼 就是不會說 那個人 一直做了 沒有這些 他們那些 規定什麼時候退休 什麼時候升了什麼 整個制度是很完善的 因為在什麼情況下 會制度完善 你知道嗎 在太平盛勢之下 制度就開始完善 沒錯 而且年輕的時候 所有制度不完善 就在最高層不完善 在低層一定完善 大家希望越完善越好 高層才會希望不完善 高層打來打去 例如你是一間公司增產 那就是家族不完善 但是家族希望下面的制度完善 大家都希望有一間完善的公司 明白嗎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是 越是高層 越是高層 越是不講制度 越是低級 越是講制度 可以這麼說 其實工聯會現在數到出來 可以選的態度也有幾個 吳秋筆 鄧家彪 還有郭偉強 但是 因為現在加了20席 就是那個選舉 就是由70席變了90席 搞到黃國健又好像不能休息 會不會也是其他政黨都面對類近的問題 我不知道 因為 你雖然加了20席 實際上 即使少了10席 嗯 但是本身 即是 即使少了10席 15席 35席 35席 20席 15席 但是他本身 就是 那個叫什麼 30席 工人組別 他本身都要 有一個人坐在那裡 即是 譬如說工聯會 那個就是勞工界 那現在勞工界 我不知道誰在坐 工聯會沒有 什麼 沒有 還跳了 那個人比你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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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多了一個40席 那5席是超區 是超區 沒錯 所以沒有所謂 是 但是現在 當然工聯會 都面對這個問題 我想隔壁新聞黨 面對這個問題更加大 除了葉劉之外 都不知道下面有誰 容海恩是嫁 嫁了 容海恩應該不算 容海恩不算 是的 所以都不知道 誰打誰 是的 這是一個大混亂的時間 所以我也很想算 不過他不給我算 不給呢 是的 OK 給都不算 因為有外國會照 OK 現在立法會不准有外國會照 不准 直選不准 高人組別有些准 那推洋宇出去選不可以 蛤 那推洋宇出去選不可以 我什麼 我叫過 那推西苗出去選 我叫過 我叫過洋宇 但現在推西苗都不行 因為他不能入閘 那算了 當然 立法會選舉除了建制之外 其他地方都有自己煩惱的地方 湯家驊就說 他就民主思路 跟新思維兩黨達成共識 就會互相協調互相幫助 以聯合陣營推動選舉工程 這件事都 在香港來說都算不算新呢 不算 因為本身泛民有完卓會議 很多很多很多 周時這個世界 經常都是這樣 當年的時候 當年的時候 葉普城不是五區 是嗎 是 但是 但是 目前來講的選情 對他們來說不利 因為本身建制 就不會投他們 但是 你說 本身投開泛民那批人 又似乎不會很想投他們 但是他出來選的時候 就說 相信市民都不想見到日後議會一言堂 希望和其他第三路線的人合作 就推動這個微型的兩黨政治模式 選舉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可以選 跟蔡蘭的說法一樣 最重要是裝腳 OK 現在視乎他們不是路線問題 是裝腳問題 他們的問題就是 你選舉最重要的是 人一個人 那天之後有人打電話給你 喂 去投票 那個人 然後帶你去投票的人 那個人就是裝腳 那就是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 如果今次 因為我有朋友想選 我有朋友想選 那他問我怎樣 我說 其實你應該是 現在反正這麼多 民主黨 民主黨的裝腳失業 因為裝腳失業很慘 你給他兩雞 給他兩皮 一個月的話 那你找十個都是二十皮 我說 給他兩皮一個月 找十個都是二十皮 那你叫他幫你搞選 那那些人窮得瘋了 那你就說 問題是他們找到這麼多裝腳 因為湯家驊可以找回公民黨的裝腳 或者自願可以找回民主黨的裝腳 那如果他們找得到那些裝腳 因為裝腳開飯了 你一定要幫他盡力 因為成功了 他就可以做議員助理 做那些人 哎呀 到底什麼緊要那個良知 對不對 到最後都是這樣 其實就是你穩不穩定一起裝腳 那就是裝腳 負責勸電 勸電那些什麼 其實那些選民就猛瘋瘋 哪有選民會的 是不是 所以你就會去選民 就是等於 我說你那些政綱是沒有人 因為沒有人看政綱 但問題最重要的 都是給那些裝腳看看 證明你真的做了那些事情 所以問題就是 他們現在會找不找得適合的人 去撐到那些裝腳 那倒轉頭 建制派的裝腳都不會少 那為什麼2019年輸得這麼厲害 很多人走過來投 但這次不同 這次只是看裝腳 這次不會有些 這次現在就是說 那些2019年出去投反戰制派 那些是全部不會出來投的 那當然他們對戰派 他們只要去抓了一堆裝腳 走了過去 那現在建制派 你說裝腳不多 說裝腳多不多 反對派的裝腳不少 而且因為他們有動員 就不只是裝腳 因為動員的問題是這樣 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靠情感去動員 心情感去動員 那些是很不穩定的 這次投很多 下次投很少 裝腳那些很穩陣 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 人民建聯在2003年的時候 區選倒下了 然後到2004年的時候 就倒下了 2003年的時候 區選倒下了 2004年的時候又剩下了 就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你會是一路… 一路… 一路去… 有一個… 就是… 你會是… 有些裝腳在那裡死死 你死不完 不會突然間 一幕就沒有了 被人喬起了 但是… 那樣東西你是靠… 靠… 實力去維持的 是不同的 但是… 如果你是靠… 是… emotion去維持 那個波幅會很大 但是… 實力要錢 實力當然要錢 裝腳要錢 你emotion 或者吹兩東西 那些就不用錢了 裝腳要錢 裝腳要錢 宣傳不用錢 宣傳除非是蘋果日報 這都是錢 宣傳給你 當然啦 要選舉再選一次 就是黃金萬兩 就是… 是一個大的開支 是 當然有人… 偶爾說科場 當然有人就辭官了 上個月 就被… 拒絕宣誓被DQ的 這個深水埗前區議員 李文浩 宣佈自己已經離港抵嬰 就說 在香港被跟蹤的情況 已經嚴重了 再不離開太遲 那麼他去到英國 我上載了一張自拍之後 就說了 不會用流亡去形容 但是呢 就… 但是呢 就會… 用知識跟中共對著幹 當然 李文浩這個人 本身呢 都算是比較出位的反對派 譬如說 他在這個議員辦事宣上貼 《藍少爺教不得入來》等等 亦都曾經出發帖 就說 就揣這個高級督察信職事件 被政研會和梁振英點名 就是炮軍 也都因為這些情況 被受圍堵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些事情的關係 所以他就立即著草走了 最重要是他已經沒有區議員做了 DQ做了 首先沒有良人出 你沒有一樣東西保留 他也沒有牧生能力 所以他就走了 同時間他有危險 如果他不走就有危險 即你的利益和什麼成政費 你Return和你的investment成政費 他現在沒有Return的話 你的投資 你的投資就是你可能被抓 我想是一個明治決定 明治決定 因為他已經沒有了財錢 如果他有錢收的話 他就沒有你的險 但如果沒有錢收 他不可以沒有你的險 即他是有機會 因為他太激進 那些藍少爺狗那些 他是有可能被抓 但亦都沒有賺錢用力 之前有習慣 做區議員的時候 衡量輕重的話 他就走了 或者這樣說 他的支持者對於他走這件消息 面對這些情況之下 會不會有些反應 或者叫他有些醒覺 我想不會吧 應該 如果會過已經會了 已經發生這麼多事 這一單不是第一單 也不是最後一單 也不是最嚴重的一單 都是很小事 多一單不多少一單不少 但是現在他們的心態是如何 這麼多人走了 跟你說其實要找夠 我走去英國 他不是找夠 但問題是沒有得找的 即是你們就要繼續 留在香港 其實這樣 對於投給他們的人來說 心態會有什麼情況 我想不會太大 什麼心態 因為心態應該說 整個黃絲集團究竟有什麼心態 未必要想 因為那件事 多一單少一單 也沒有分別 所以我才說 因為他們的感受已經是跌至冰點 所以基本上 現在的人再理會 他們的感受是傻的 因為你無論什麼都不能 波蘭不驚 多一單少一單 所有最壞的事情 他們一直都在出 多一單少一單 即是 這個叫做 有聽過一個禁室培育嗎 聽過 你知道是什麼 我知道 那如果當禁室培育的時候 那個主人走進來奸你 你已經是沒有反應的 但反而你有那一餐 有沒有牛扒吃 有雞翼吃 那你就會反應 你的反應會比較大 對嗎 即是現在是到達這樣的狀況 即是 他們的狀況就是 即是已經沒有反應了 你如果今時今日還可以有什麼反應 即是 都是隨便打兩個嘴炮 是不會有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 但他們都是人 也都對這個政治相對來說 有點趣味 那麼 在未來的格局之下 那麼他們會 會怎樣投票化呢 不投 不投 可以有什麼 可以不投 要投一對白票就算了 小學雞玩一下 小學雞 但問題 我相信小學雞的人不多 有些小學雞 但正如假安心出行的小學雞都有人做 但不會太多 目前來說 立法會選舉就開始進行了 因為十二月 還沒報名 還沒提名 十二月中選 提名應該是今個月尾 是今個月尾 建制名單暫時未出 泛民就死了 新思維出了 其他人都不知道什麼情況 民協都不出 我以為民主黨要出 我以為民主黨要出 這個一定要錯誤 是的 那你朋友什麼時候出來 我哪個朋友 你說有多好想選朋友 我朋友 我想選不到 另外一個朋友 對於這件事的評論 就是他特別問過中方 那個答案是 不要連他 他倒立我上 不要連他 所以情況都不太好 所以就這樣 好 坐下 坐下來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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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